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 這一節是一節突發的消息 人大常委會 一年四天開會 今天閉幕 本身會估計將反外國制裁法 納入基本法附件3在香港實施 今天是表決的 但是突然出現變數 南華早報引述消息 人大常委突然決定押後相關表決 指中央希望先聆聽更多意見 什麼時候有做過 中央什麼時候有聽過意見 為什麼突然間要聆聽意見 星島日報的 分析 他們有分析能力 其實 他們 是有過 收封渠道 大家好 官方 新華社的通稿內容 反映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附件3 可能不在通過之列 這次人大常委只是聽取法工委的說明 而不通過 並不出奇地說 這個說出來 其實是很好笑的 他們 跟 大陸基本上沒有任何分析的 純粹是中共說甚麼就是甚麼 我們就讀新聞 我们要說一問 為甚麼你們要高叔 說好 說要反制裁法 是不是 傳帶全國人大常委袋曀鐘 回應 銅培香港01 查詢 آtle 時確認 這個會議審 審了相關的內容 但是 委員長 這個 決定 暫不表決 港府發聲明 指中央歸心香港發展和香港市民福祉 人大常委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就香港事而作出的決定 都是以香港利益為依歸 特區政府定當全力支持 執行 藍組之前引述消息指 人大常委 今天不會表決通過相關議題 又引述人大 常委談論中 只會等新華社有官方通報才會回應 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原定這個星期 會跟立法會議員會面商討相關安排 會面也已經叫停 這是一個突然而來的 他們完全不知道 星島正程專欄大 今天也登文 新華社8月17日 報導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議 提到有五項草案 憲法和法律委員會認為較成熟 建議提請常委會審議通過 包括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 監察官法草案 對於增加基本法附件3所列全國性法力的 決定草案 只提及會議審議了相關決定草案的議案 常委會法公委主任 沈春耀作了說明 根據這個報導 今天會議只會通過五項草案 反制外國制裁法列入附件3 不可能 可能不在通過之列 若這次會議只是聽取沈春耀的 說明 是沒有通過議案 是不出奇 我們 其實覺得這個是 上面的一個轉態 不過轉態之前 沒有跟香港政府打招呼 為什麼呢 我們 講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記得支持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按like 以及 share 多點留言 其實我們 六部曲 我發覺最近 那個節目 YouTube的留言少了 大家沒有那麼湧揚 希望大家多點討論 多點給意見 在裏面 多點對於節目的內容 或者其他 話題是提出討論 會討論多點 自然就會多人看的 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 不要論識你們的手指 不要論識你們的意見 好了 我們看看為什麼我這次港府是突如其來的 被叫停 而他們猛而不知呢 就在8月8日 即是當時在吹 今天會過 反外國制裁法 濫入基本法的附件三 在8月8日的時候 鄭若驊表示 反外國制裁法列入附件三 是最自然恰當的方法 我們讀一讀給大家聽 鄭若驊表示 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所謂制裁是單邊強制措施 與國際法和聯合國的框架相違背 也違反國際法規定的不干涉原則 他批評一些國家單方面將威脅 措施強加於其他國家或個人身上 作為威脅或企圖以無形之手作出干擾 他指這些行徑顯然具有政治目的 透過壓制受影響國家或個人 試圖干預該國家的內政和主權 例如在制定香港國安法後一些西方國家 對中國和香港政府官員實施單邊強制措施 暫停移交逃犯協定 撤銷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的獨特貿易地位 以及重新標籤香港出口的產品 他稱單邊強制措施非文明國家應有的所為 有外國際和平與穩定 並強調面對國際違法行為 各國有理由採取為國際法所接受的反制措施 現在明明是 國際接受不了嘛 你吧 鄭月娥說 中共落得勝子 他的全力配合 全部跪下 總之 他就覺得 過硬了 完全沒有個人意志 中央說什麼 這是8月8日 他的說法 然後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在8月10日 也是 完全回應 林鄭月娥 說 收到的order 要諮詢了他 什麼都不用 林鄭月娥說全國性法律 可以經 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適用於香港 事前會諮詢特區政府和基本法委員會 而就著返外國制裁法在香港實施 他已經被諮詢意見 並表示支持 全國法律在香港實施有兩個方法 分別是直接公佈實施 以及本地立法 而他支持經本地立法程序落實 反外國制裁法 因為他肯定會有外部勢力炒作 以弱化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壓制中國發展 經本地立法過程可以更好地 澄清法律翻架 然後 也是全面一面倒 上面下order 他就即時跟隨了 然後還有陳茂波 這傻子 傻子 陳茂波說 反外國制裁法是以戰止戰 預料有人會借機炒作 陳茂波在網誌就表示 反外國制裁法 可能會透過甚麼形式在香港實施 還有一代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但過去兩年的發展顯示 國間會的舉措都是針對新出現的挑戰 而作出有力的回憶 背後考量是為了香港長遠穩步發展 他批評 美國面對中國迅速發展 一再無理壓制打壓 甚至利用香港作為干擾中國發展的手段 他認為 反外國制裁法 要用政策工具箱裏面有更多樣的反制手段 可視之為被動式防禦部署 用橫蠻的對手面對現實 回復理性的態度協商解決問題 是以戰制戰 以戰止戰的策略 陳茂波說 反外國制裁是外交事務 屬中央事權 香港有憲制責任落實 反外國制裁法是確立基本原則的全國性法律 我們日後 在香港實施的時候 在操作上會充分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 不過可以預計的是 說會有人借機炒作 試圖削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及抹黑香港的營商環境 甚至造成市場波動來 運水摸魚 我們必須提高警覺 有所準備 並在這時候 加倍注意管理風險 好了 讀完這三個傻子的說法 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我可以告訴大家 真是以戰指戰 是摧毀香港而達至美國沒有辦法再制裁香港 即是說 既然你要制裁我 我也放一顆原子彈 然後其他三個人拍手 放一顆原子彈 我們以後也不用怕美國制裁了 謝主龍一 但是 他們還要準備在香港放原子彈 還要自己幫忙禁制 這個世界有沒有那麼笨人 反外國制裁法一出 香港 我可以告訴大家 馬上崩潰 而中國也跟著崩潰 因為 香港的銀行要被迫即時撤出 還有 即時 連在香港做開銀行的即時 香港人就會陷入恐慌 因為全部人的身家 性命財產 他們在銀行做的按揭 他們押給銀行的物業 所有東西全世界都不再承認 港幣變成廢紙 在香港的所有資產 化為灰準 香港 即時會 出現恐慌 而全世界的金融市場都會出現恐慌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可以說即刻收工 港交所 不會再開市 因為一開始就跌到 一萬點以上 甚至乎 一開始就跌一半 第二天又再跌 根本沒得停 因為 玩完了 崩潰 沒有銀行夠膽在香港開業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 香港是注定消失 還有 香港人的財產即時蒸發 這個情況一出現 全世界會拋售中國的資產 中國 就會在很短時間內崩潰 當然香港人是受害者 即時向香港人所有的財產全部歸零 就是這樣 大家覺得怎麼樣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能會發生 中共一想到那個效果 當然要退縮 中共 小學生而已 未至於弱智 習近平我認為的智商有七十多 不止六十 肯定高過 不過很難說 高不高得 這個煙仔河 我就不敢說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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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